特朗普多人留言想问美股方面的电动概念 电动车概念股 就是上了市两天的新股 Rivian 他说他108.7就买了 他觉得已经买贵了 他说他同市$100.02买 已经可以递顺了 买了这么多 是的 买了不知买了多少 怎样看还可以持有多久 其实没有的 很难说的 这个我觉得真的 因为德国上市两天 其实哪有价可以看的 而且这两天很明显都是夹着近期 一个新能源车这么旺的概念去炒作 其实我想炒作未来比较浓 因为不是Rivian 那个热幕或者所有东西不好 但是其实他很多东西是在买在将来 因为他现在还未赚钱 而公司说的那些投产 经常过百万步 都去到2024、2025这些几年后的事 其实是在买在将来 所以这个真的 你可以说有好有不好的地方 好的就是大家对这个行业憧憬 真的很可怕 看法上很乐观 但不要说如果你这一天 已经价值得这么前 这么多年份之后的东西 但如果慢慢走出来 一来可能本身行业竞争又会大 二来如果他自己的生产 不迟于期 是有什么阻制出入的 其实股价就会退得比较快 所以真的难说去到什么位置 我觉得甚至乎 真的只有那两天没得看 所以我会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快 反而会倾向短期的操作 会好一点先 因为如果你比我选择 那我一定是 如果以外围来计算 那一定是选择Tesla 不是叫大家这一天买 但是Tesla看的东西会更多 而且你会预期到它的东西会更多 只不过就是近期因为 可能马斯克要沽货要盛 才会是波动的 或者股价真的升得太多 要回调 但起码从实际的基本上 它是硬朗一点的 虽然两者是比较 我觉得怎样都是Tesla的 所以Rivian 我觉得你有钱赚 当然这些 现在你一百零多元买 其实差不多都赚了两成了 那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能今晚或者下个星期初 再炒多一两转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机会 利润去到四五成过外 其实我会建议可能考虑 分住吃一些护仙 就是不是一定要马上走 因为真的是难猜 但是你说不断吃护仙 我觉得比较合适一点 甚至可以将你本身的军价 再拉低 那会比较合适一点 四五成 但是不要再说 没听到 收 大迦 最近 五成 重 接完